你有多大把握 报告 没把握 他们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我不知道 旅长 我的意见 马上结束这次考核 拍战火的直升机 搜索零号山区的所有区域 任命关天 要是真出了事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旅长 我们战火的全员 已经做好了准备 随时可以起飞 你怎么看 你在想什么呢 如果真的派救援直升机 去搜救霹零火 空降救援突击队 会不会成为一个笑话 可他们都还是集训队员 他们当中一定会有人 成为霹零火当中的一员 如果这一幕成为现实的话 这一幕成为现实的话 对他们个人来说 是种耻辱 对霹零火空降救援突击队 更是难以抹去的耻辱 你这是谬论 你明明知道 他们当中还有卫生队员 你明明知道 他不可能 跟你的特种兵一样 你明明知道 他们不能够在山林里 在夜晚这样长途跋涉 你所说的荣誉和尊严 难道比他们的生命 还重要吗 在霹零火 尊严和荣誉 当然比他们的生命更重要 我也担心他们 我不比你好过 那你还这么干 为了中国陆军的未来 我们的未来 是要打仗的 旅长 旅长 你干的好事 华顿 他换了你 也会这样做的 这是我们的职责 他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跟你没完 他也会有消息 我个人 你怎么会有的 我会有呀 你怎么会有的 我会有的 你怎么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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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会有的 不用了 你怎么会伤这么重啊 那个 没什么 就是冲犯了 还说没什么 你再走下去 这只脚就废了 你别在这位言总听 我是医生 我心里有数 没那么严重 下午过河的时候 他就崴了脚 林三三 一句不让我们说 林二九 你为什么不说 当时 我觉得没那么严重 谁知道他现在中了 你说的话前后矛盾 你说了自己是医生 自己伤得重不重 你肯定知道 你是不是担心我们反对 你继续走下去 因为下午过河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完全 跳出包围权 是 我是 不想给自己留下 放弃的余地 我不想放弃 林二九 你放心吧 我们不会放弃你 没错 林二九 我们都已经走到这儿了 现在大家都身处绝境 这种时候 放弃别人 就得一放弃自己 我们相信你 谢谢 没事了 走吧 我来扶你啊 我来扶你啊 大阪你走不动了 我背着你走 林浩 还是我们来吧 对啊 林二九 好歹也算我们一个单位的 等你们被淘汰了以后 再去拉山头吧 就你们这体能 能照顾好自己就不错了 走 我们走吧 后面跟你那儿 他怎么这样啊 每句话都尖酸刻薄的 他主要是针对我 走啊 你只是躺枪 其实你 我是个经常客户的人 跟着我俩自己聊的 他们在我们那儿 其实挺好的 现在不是交朋友的时候 而且我刺激他们不想 对他们也没坏处 我明白了 你在用激枪法 看不出来啊 林浩 这么大点个小姑娘 这么有魔力 你别把我说得 这么高深莫测 我都是照葫芦画瓢 跟飞狼学的 飞狼 飞狼就是这么一个人 当年我跟他特训的时候 他损我 比我损他们俩很多了 我当初恨死他了 每天早上起床 就把他骂一百遍 然后一整天都活力无限 后来特训完我才知道 他都是装出来的 其实啊 他比谁都和爱更亲 我是不是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说他的好话 没事 不必你了解到 好 原地休息一会儿吧 好 林浩九 你怎么样了 没事 林浩扶着我 好多了 都能挺住吗 有没有受伤的 有就赶紧说出来 别等会儿走不动了 给人添麻烦 你这什么话呀 这不只三落槐吗 你们怎么样还行吗 不行也得行啊 你们原地休息 我到前面探个路 我跟你一起去 走吧 林浩四 你小心点 辽五 你跟辽四怎么样了 什么怎么样啊 住 就那样 好 你这一路走来 一点发生都没有 还惦记着天上飞的那个呢 我的情况跟你差不多 干啥 光他还好说 关键人呢 哎呀 人家有原配 说什么啊 什么原配 那顶多是个前女友 哎呀 不说啊 你还是把眼前这个搞定吧 他呀 不承认了 傻子看不出来啊 哈哈哈 对吗 吃最好 我们又来十分钟 什么 我离派了 感谢观看